今天老铁们这个事啊是老大了 首先咱讲啥呢 你们如果今天刷新闻呢 我就不信大家没刷到一条新闻 就是俄乌局势 咱要多长时间不讲俄乌了 俄乌多长时间不给咱爆热点了 对不对 不给咱爆金币了 今天兄弟们他给咱上狠活了 为什么呢 俄乌今天出了几个大事啊 第一个大事谁呢 老仙去了 知不知道老仙去俄罗斯了 直到过扣 我直到来兄弟们 而且普大帝真没把他当外人啊 自己开了个小电车 带着莫迪就溜的呀 在那个首相关里哒哒就溜的 但是美国跟你说啊 看完之后直接懵了 慌了啊 慌神坐不住了 就喊话 哎妈呀不好啦 说你们俩可不能这么好啊 说你俩这个关系啊 让美国非常担忧 跟你有什么关系咱就说呀 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家人们 你咱就现在考虑啊 咱说有没有关系不重要 但是我们就想 说印度跟俄罗斯如果关系好了 对美国到底有啥影响啊 这是第一个事 那么第二个事家人们 什么呢 就是关于今天俄乌的事了 大事啊 今天全网 全互联网 全世界最大的事 就是俄罗斯大反击 直接开始 行动开始报复了 大反攻了 据说是数十架的轰炸机 包括三十多架战斗机 直接叮当 四五六干起飞了 二话不说 一个警告没有 对乌克兰全境 那是一顿大规模炮轰啊 而且基辅这次最惨 美国防长都蒙圈了 就大半夜打电话啊 就那个红色电话 挠挠就想 人家俄罗斯没打理他 打了这个半个来小时 啊 就是最终呢 终于是跟那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通话了 但是我跟你说 这次谈的非常不好 啊 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啊 你们想想 我告诉你 绝对是俄罗斯 又踩着美国的猫尾巴了 又踩着他命门子了 有时候俄罗斯 能踩什么命门子呀 家伙你们想想 哎 如果说他的腰眼的 是野门干着他的航母 那么命门的是啥呀 一个打击力量 一个防御力量 先美国全拉 嗯 这这这 这 尿不食干冰凉了 对吧 然后这第二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啊 就是 美国五角大楼 直接宣布了 说即将成立 乌克兰一个作战的司令部 而且呢 还要安排一个 三星的一个将军 要坐镇 坐镇指挥啊 但是 幻影还没落下呢 波兰有一架F16 直接干出事了 啊 你们没听错 这个消息 你们可能没刷到啊 波兰一个F16出事了 直接撞了他们家 自己的直升机 然后坠毁了 然后正好就好死不死 就砸到这个 就正在建造的 这个乌克兰作战司令部 家门你就说啊 就这个事出反常不 你们觉得是巧合 还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觉得巧合我扣不一 觉得故意而为之 我扣不二 反正里外里 今天波兰跟泽连斯基 签了一个叫防务协议啊 这个协议就是 允许波兰在乌克兰境内 叫击落 可能飞向波兰的无人机 一级导弹 那这个是怎么看 而且家门 今天全互联网 还有一件大事 就发生在南海 有没有人知道 南海咋的了 那个破船 我告诉你 已经到了倒计时了 我们真的要对 那个仁爱 叫那个破船动手了 两大部门啊 兄弟们 今天联合发了一个报告 指出什么呢 说你菲律宾 那个破船呢 你真是严重污染环境 你们不美西方 天天挠挠瞧叫吗 说我们对什么 什么珊瑚了 什么海洋了 也造成污染了 我们同意啊 我们严格遵守这个环保的这个任何协议 对不对 我们是爱好和平 我们是爱好环保的 就宇航员上天拍一个蓝色星球 最绿的地方就是咱家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人造 人造林呢 包括我们植树造林呢 推更还林呢 推更还海 还湖 做得非常漂亮 对不对 我们现在整个的说人工造林 占了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 还要往上呢 所以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你们提出来这个 坚决不能污染海洋啊 海洋是全人的生命啊 对不对 然后老铁们 哎 就是借机拔高 一看说根源在哪 不是啊 这也不是阿玛的事啊 那不是菲律宾那边事吗 那破船天天排那个污水啊 那你严重违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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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了 怎么办呢 要不你菲律宾拖走 哎 要不呢 我就换点钱 我帮你们拖走 但是问题来了 家们 现在这个方案一出 菲律宾能不能听话呢 能不能听话 你们觉得能够口脖一 不能够口脖 啊 还有就什么 前两天咱们讲的 讲一个事 说美国宣 那我说这兄弟们 老铁有没有好奇的 说美国这一招放出来之后 我们该咋整啊 然后这个咱是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人爱交 包括宣宾交这两个破船了呢 家们咱咋说呢 都是多虑了啊 都多虑了 真不是我吹牛啊 啊 真不是吹牛 日本人还说派出去四千人了呢 啊 你就把整个国家 整个国家都搬到菲律宾旁边 我就问你 兄弟们 咱要真奏小飞的 那小本的敢多少 他能活吗 那勾勾搭搭 直接两个就跟你双息联盟了 对吧 有人说 哎呀 那那个那个提风中导导弹的系统那那不行啊 然后存是个笑话 美军自己的航母啊 你别说提风中程导弹了 那近程远程近防炮烂马 其道各种防空咋的 你不照样被一个拖鞋挡打的抱头鼠串了吗 对吧 你就一个什么提风导弹系统 他如果真的有什么大用的话 那美国也别费那个劲了 你直接给印度一个啊 你再给日本一个 你再给韩国一个 对不对 不啥问题都解决了吗 还还还还还在跟咱啥 这当四五六还为啥怕咱呢 对吧 而且说出来兄弟们 你们可能不信啊 前天的时候 美国说要撤走提风导弹系统之后 你知道发生啥事了吗 那个指挥官直接坐飞机回美国了 现在一听要继续部署 这指挥官人家都直接不干了 说啥都不去了 就这种情况你就说 美国人搞这个三招两势的 他有什么用啊 对吧 而且兄弟们咱说实话 就他这两招三招的 不成威胁也就算了 关键什么呢 他这两招压根就没啥办法 没办法用 为什么呢 你们可以去看看 这次联合调查那个报告 这个报告啊 高明就高明在哪呢 他把中非这个矛盾降级了 不是升级降级了 降级到什么程度呢 原来是冲突 现在降级到了我们在环保和生态环境层面上 哎 我们觉得说咱俩的观念不一样 你这么一来就有两个效果 有什么效果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依据国内的法啊 国内法来处置的 过去这个问题被炒作 大家都是把它看作两国的海上争端 两国的领土纠纷 它是政治问题 它是军事问题 它是外交问题 对吧 所以说处置起来非常棘手 牵一发那就动全身呢 那现在感情好了 情况不一样了 什么概念 不是政治问题啊 不是军事问题 因为我们是一致的呀 对不对啊 哥哥们弟弟们 我们都是在南海 南海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是在环保问题上 我跟你在商量 哎 由国内法来处理 这就给了我们从行政上解决问题的空间 包括一个法理道理的依据 对不对 而有了这个报道啊 这个这个报告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师出有名 主打就是一个采取行动的时候 我们有油头 可谓是一个锦囊妙计了 如果菲律宾不脱走那个破剑 龙国就可以由相关部门采取行动 就像上一次海警啊 对菲律宾海军特战队采取的行动是一样的 可能有人会说难道咋的 菲律宾不会反 不会反抗吗 当然啊 我们做这件事之前 一定会做好所有的准备 就包括菲律宾可能的反抗准备 其实我们做好准备的逻辑 跟上次俘虏菲律宾海军特战队这个逻辑 是一样一样加一样的 大量先进的舰艇在后面提供支撑 我跟你说 连美军航母舰队他都不敢往前靠啊 然后又包括海警在内的相关部门去采取所有的措施 其实像菲律宾那艘破船上的人 只要咱们封锁好 不给补给 同时进行持续的劝降 最后他们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投降 同意不老铁吗 等他们的人撤离之后 那降咋处理就咋处理啊 但是考虑到什么问题呢 考虑到环保问题 那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技术性的拆除啊 对我们得保护海洋啊 得保护环境啊 然后通过工程拆除分解 然后再拿咱家的船给它拖走 这事就彻底结束了 那这件事这么作秀 那么有人说了 有什么效果呢 能够采用什么后果 第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呢 东盟国家没有任何话语可说 我们为啥迟迟不把菲律宾的非法作范 那个破船给处理掉 不是别的原因 我们要释出有因 释出有油 对吧 就是不想与东盟国家 那么说完这个 大家心心念念的事来了啊 我一点不给你们开玩笑 这个事确实是有点大事了啊 感谢招财 尽宝啊 来说中东的事 不给你们开玩笑了 现在内塔尼亚湖已经焦头烂额了 本来加沙 以色列北部 以色列南部三条线作战 一边都搞不定 为什么 首先兵源不足 第二 经济已经崩溃了 大量企业都停工了 资本都撤出去了 国内的反动派呢 天天呜喊叫让他下台 以色列民众每天聚他家门口啊 就让他下课呀 扔臭鸡蛋呢 扔那个屎盆的呀 把内塔尼亚湖折磨 你都快疯了 为啥内塔每天都希望就是特朗普上台呢 因为只有特朗普会毫无原则的帮他 对不对 把以色列利益作为他最高的准则 而老灯他就是个老滑头 对以色列援助那是雷声大 有点小啊 光说不练假把事 连胡赛武装都看不住 最多只能威慑一下 那个伊朗 结果现在美国那些犹太财团 现在已经发现了 要救以色列 那得把他们老命都得搭上 所以坚决不能让特朗普上台 哎 这一下整的谁呢 哈马 哈里斯当选的可能性 突飞猛进 昨天咱讲完了 然后这俩人呢 为了能够搬到哈里斯 现在彻底封魔了兄弟们 特朗普团队安排人 给以色列送了个情报 甚至还让美军直接出手 先弄死了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又弄死了黎巴嫩真主党的司令 对吧 本来干完这些事之后 伊朗的反应也很到位啊 哈梅内伊当时又宣布了 说你们都别吵吵了啊 说什么各这那的时候军方领导 包括什么总统啊 还要调查 你调查个毛线呢 那除了以色列就美国 72个小时之内 轰炸以色列就完事了 听了这个话之后 特朗普也好 内塔尼亚胡也好 纳斗准备开香槟庆祝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什么呢 这次哈梅内伊这个讲话 完完全全就是有准备而来的啊 而且人家准备是来真的 而一旦伊朗是真正下场了 那么兄弟们 美军下场是必然的事 在这种情况之下 哈里斯想要得到支持率相当之难了 啊就要整他 结果家门你猜咋着了 特朗普都安排好 美军进入战战备了 随时杀进中东帮忙了 军舰过去12艘还是18艘 带回去4500人啊 现在的航母也也在开始移动了 小绕道过去帮以色列也好 撤侨也好 但是老铁们就在这个时候 特朗普已经安排美军进入到战备了啊 随时杀进中东了 可是人哈里斯一瞅 这次中东战争有扩大的趋势啊 直接有点慌了 哈里斯说了 你以色列你不消停是不是 你不消停 我就直接找伊朗商量事了 你们可别以为哈里斯是开玩笑家人们啊 今天的新闻大家伙看见了吗 美国媒体主动曝光的 说哈马斯老大在伊朗被炸死 说现在啊 网上说这是最靠谱的这个这个推测 我觉得全扯淡 你知道美国咋说的吗 现在网上有说什么被F35用导弹炸死的 对不对 不是 人哈里斯说不是 说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大家清楚了 就是提前两个月 就埋了一个遥控的高爆炸弹 埋在那屋子里了 啊 然后呢 等哈里斯 哈尼亚进去睡着了 我们给干了啊 来啊 老体们我就问大伙 美西方报道出来所谓的真相 你们信不信 说两个月之前埋了个炸弹 啊 这次给他炸死了 你们信吗 信了给我扣不一 不信我扣不二 就一颗遥控炸弹放两月 然后就碰巧 就炸死哈马斯老大哈尼亚 我跟你们说 信美西方说这个话 鬼都不信 真的 这次哈尼亚落脚的地方 是伊朗专门为国外领导人设置的秘密安全屋啊 里面每天都打扫好几遍呢 你别说你一个炸弹了 你一个头发分 你掉屋子里面 俩月60天 你不扫着去了 你更别说是一个把半边别墅都能炸爆的高号的遥控炸弹呢 对不对 那么说到这位老铁就好奇了 说为啥美国媒体要公布这么智障的所谓真相啊 还真有人信呢 他是什么意思呢 哎 很简单 前面我说啥来着 你们以为这哈里斯说要反制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是开玩笑的吗 真不是开玩笑 这次民主党那帮人二话没说 直接真找伊朗去谈去了 目的很简单 伊朗你啥可以 但是你得做做样子啊 你做 来 那咱们讲到伊朗了啊 就伊朗说那个 有人说伊朗你再怎么着都没有用 你得先把内部的事给解决 你得肃清 说要搞这么大的行动 你如果你不肃清的话 肯定得出意外 对吧 但是我们都说了 说伊朗现在已经被渗透筛子了 就渗透的就是 就那投降派就多如牛毛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伊朗这个内部啊 也是有懂事的人 当然听到这儿呢 就有人就问啊 说伊朗他到底能不能下场 真的会下场吗 他会不会走个过场 那个就是来个什么烟花秀啊 他可是珍珠党背后的大哥呀 也可是野门胡塞武装背后的大哥呀 他可是让什叶派之乎去干以色列的 如果他拉锁子了 这些小弟们看了还能认得那大哥吗 兄弟们我就这么说啊 老兄弟们 什叶派之乎 是苏莱曼尼一手打造出来的 苏莱曼尼没死之前 伊朗确实是大哥 可是现在苏莱曼尼已经殉职了 而且伊朗松成这个样 老兄弟们 哎妈呀 恭喜屋了啊 中手表了啊 呃 松成这样呢 你还以为他是大哥吗 你不如相信俄罗斯是大哥 其实现在内塔尼亚胡 已经都崩溃边缘了 你如果说要要那个哈马斯 呃 他现在很难 那我跟你说 内塔现在是更难的 尤其现在老兄弟们 你看美国都是什么样的 那大选半年混乱期 真的是百年难遇的战略机遇啊 现在呢 就看伊朗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解决内奸的影响 然后带着所有的小弟 对以色列发起叮当四五六 一顿猛攻 一顿操作 一旦他这么干了 结果啥的你们都不用担心 不管是啥 以色列在中东 他都是百分之百要疯的啊 刚看有人说什么呢 为啥伊朗要报复以色列呀 啊 为啥伊朗报复以色列 一定要拉上盟友一起呢 你自己干不行吗 有没有人知道 今天速速就给你们讲一讲 其实原因有挺多的啊 有三个原因 咱们一个个来说 第一个 伊朗要借机会对冲这段时间 被以色列斩首的三个高级领导人 老兄们你们想 如果大哥都不能帮着复仇了 那真的是影响大哥在心 小弟心目当中的微信呢 美国为什么现在很多小国群起而公之都干他了 就因为他现在微信没有了 那么伊朗老兄们 作为中东的大哥 现在啊 反美反语的大哥 他必须得树立微信啊 但是呢 光是伊朗自己干干的话 说实话 也就是导弹炸一下 没有什么地面行动 伊朗是坚决不可能去出动地面大部队去干到以色列的 除非美国下场了 如果伊朗的啊 陆军直接干到以色列的境内 兄弟们 美国是一定得下场的 所以说伊朗不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啊 就跟这个美国后美军轰炸也门似的 那都是花个几百亿的美元了 有用吗 一点用都没有 人也能胡赛武装 张样火不乱跳 上策下跳 对吧 所以说伊朗才会召集小弟们 一起打击以色列 今天已经开会了啊 既展示决心 又拉了盟友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家伙们呢 能打出效果 知道吧 一举多得 二是什么呢 伊朗希望借此机会啊 把盟友都联动起来啊 联动起来 大家只要注意观察 你们就会发现 以色列对外的军事扩张正在加速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伊斯兰什叶派一定要抵抗 那么盟友们联合起来啊 这有利于什么 接下来加强对以色列的作战协调性 这个就相当于是提前演习了 对吧 大家协调的越来越好 未来打赢的希望就越来越大 同时实现巴勒斯坦的建国 这样嘛 伊朗但凡如果协调了这么多国家 最后帮着巴勒斯坦建国了 我告诉你 这是最大的好处 比他投向美国还要好 知道吧 第三是什么呢 伊朗希望实质性打击以色列 他确实希望 无论如何啊 对伊朗以及盟友而言 对以色列进行实质性打击的意义 是非常大的 无奈自己现在老铁们 可以说伊朗现在实力够吗 他还真不够 打击效果往往还不太好 但是如果伊朗和盟友们联合起来 同时干以色列 这个意义就相当之重大了 比他自己出手的意义还要大 反正啊 不管怎么说 以色列这一轮那是再接难逃了 肯定得被干 而且我估摸着 这次肯定不是表演性的大四华 肯定不是 必须得给他来本狠的 就是考虑到自己的形象 自己的牌面 也得来本狠的 如果伊朗这次来不了 那我告诉你啊 中东这个局势就有变化了 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 以色列这次就赢了 首先以色列如此羞辱伊朗 不可能不被报复 这是不可能的 包括伊朗和他的盟友 这次都必须投入 比以往更多的打击力量 去干以色列 要不然不仅仅是吞不下这口气的问题 而是关乎到 我刚才说了吗 整个什叶派力量的生存问题 整个反美反乙的力量问题 所以说无论如何啊 伊朗和盟友都必须得打出这一拳 如果说过去伊朗是走个过场 那么这次和盟友一起 就不是走 完了那个啥 咱今天开始聊了啊 今天老多大大大话题 给这个话题了 第一个话题什么呢 跟咱们这边呢 稍微点关系 谁呢 咱家邻居啊 这个朝鲜这边 你看咱们千想万想 没想到说关键时刻 朝鲜能来一个大事 朝鲜来一个新闻 什么事呢 朝鲜这边重磅消息啊 说最强80后 那个在平壤 举办了什么呢 叫朝鲜核心攻击型武器的交接仪式 就这个时候 你说这玩意儿事述反常啊 对不对 而且说什么呢 至少有250套战术弹道导弹 发射系统 已经干到一线了 我这个妈呀 这边中东我们都打烂桃子了 这边怎么朝鲜还干到一线了呢 而且人家直接说了 说我们干到一线干嘛去了 我就瞄准你小本的 我就瞄准你小韩的 啊就给你瞄准了 人还说了 说我一般操作我能猛如虎 我直接叮当四五六 我能干出去千枚导弹 人说我能发千枚导弹 就这一下啊 我跟你讲 就美国日本韩国都烧心立正了 都蒙圈了 那么请问家们脑筋急软弯 就这么干完一下子以后 美日韩还敢不敢继续朝鲜朝鲜 啊你们觉得敢狗扣不敢 觉得不敢狗扣不敢 这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价呢 美国五角大楼紧急宣布了 说什么呢 老搞笑了这是 昨天咱刚刚催完呢 说那个中东呢 美国打算双航母作战啊 今天 哎呀我的妈 咱也不是说 找嘲笑他啊 也不是说贬低他 取消了 中东双航母作战这个计划取消了 为的是什么呢 怕亚太出事 怕咱们这边出事 然后罗斯福号说 马上就启程啊 干嘛去了 刚到那边 没捂着 屁股没坐 热乎呢兄弟嘛 罗斯福号马上要出发了 要去韩国那边不属去了 完了现在只剩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在那个阿拉伯海警戒 嗯 这是什么个情况啊 亚太能出啥事人 那咋的是看朝鲜咋的 不属到一线了 害怕了 能出啥事 吓得美军放弃中东吗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事啊 第三个事 美国的中央司令部 布林肯啊 这些美国的高官啊 政府的高官 突然之间就发警告 说什么呢 说两天之内啊 你这伊朗啊 必然得动手了啊 而且一动着大手的呀 得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的轰炸呀 而且这边说了 我们不装了 这以色列我爹都死了 我活着没意思呀 我得保护我爹呀 怎么办呢 为了保护他爹 那问题来了 就是他怎么保护 对吧 美国人气氛已经轰到这了 此时此刻你说不给以色列来个双云舰 你这直播间你还能待得下去吗 对不对 你是这是这是怎么怎么整啊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美国咋收到的情报 就是发现伊朗要动手了呢 而且这个时间 他说的还挺挺挺挺具体 挺全面 说两天之内 那这两天之内 你是到底能不能干 咱就得看后续了啊 另外老铁嘛 还有一个事什么呢 就是今天咱的题目啊 咱俩老铁聪明 说今天肯定讲俄罗斯呢 必须的吗 题目都起了 俄罗斯什么事呢 在中东这一块啊 咱说个八百来回了 因为啥呢 因为我说对了 我就想总说啊 我就想让你们记住 我的预测是对的 什么事呢 我说中东就是俄罗斯 跟美国的第二战场 对不对 咱不管说美国下不下场 俄罗斯不在意 俄罗斯说老子就下场了 怎么着 反正我都这样了 好死不如来活着了 对不对 在中东这块 我必须必须挑一挑 挑一挑事 整一整事啊 于是乎呢 大哥不忍了 大哥现在忍不住了 亲自下场了 几架1276大型约束机啊 直接干到那个伊朗首都机场 随后呢 以色列全境 直接遭到电磁压制 身在以色列 GPS 不好使 悬在哪呢 说身在以色列嘛 一看 我这怎么在黎巴嫩呢 然后你还那猛了 说啥时候 以色列都是我的了 然后俄罗斯知道干什么 对啊 这咱不知道 还有什么事呢 也门胡赛武装 今天干了个 这个日行的活动啊 呃 吃饭吃酒 打豆豆啊 这个豆豆就是美国 今天也门胡赛武装 战首了第八架 MQ90死身无人机 那这次为什么要讲啊 讲了八八百次了 为什么这次要讲呢 不一样 哪不一样呢 请听下回分解啊 咱们看着来说啊 今天这个消息呢 咱们先从哪看着说呢 从朝鲜这边看着说 就在今天上午 朝鲜这边突然间 跟我们来了个大瓜 啊 就是前没有前半楼的 后没有后脑勺的 反正直接就嘎就来了个消息 你说这是从哪来的 不知道啊 但是什么消息呢 就是朝中社报道了 说昨天上午最强八六后 在平上就出席了一个 叫新型战术弹道导弹的 入列仪式 什么叫入列 大家知道啊 就装备了 那么乍一看好像是朝鲜又有什么新武器了 好像也不是啥大事 对不对 毕竟这个 这个朝鲜新武器呢 隔三差五 就蹦出来一个 隔三差五就减了一个 但是这条新闻是真没有表面那么简单的 啊 为啥这么说呢 你们听我讲完就知道了 这次呢 朝 那么说到这种老铁就要问了 是不是啊 说行啊 就算这次美军被炸的很惨 而且俄罗斯参战的这个嫌疑啊 别无比的大 可是这次犯得着老灯带这么多人一起开会吗 而且紧急开了个会 啊 而且还这个公开模式的 你这不怕美国让人看不起吗 怎么说 我相信老灯肯定也是怕了的 啊 但是对俄罗斯参战只是怀疑 那有人可能根本就装不了一点点 谁呢 家人们 我告诉你 黎巴嫩真主党 这大真大手的 看完新闻就都知道啊 黎巴嫩真主党这几天高层叮当四五六全被干 各种人什么什么指挥官呢 什么司令啊 什么领导阶层的 甚至整后勤的领导全被干了 而且以色列天天就小 要把黎巴嫩给灭了 是吧 天天说了 黎巴嫩我跟你说 你地球人磨了 你说黎巴嫩真主党他能忍吗 肯定忍不了 所以说一听着啊 要进攻美军阿萨德空军基地这个计划 黎巴嫩真主党嘴上没说啥 但是暗地里面这帮哥们掏出来三套弹道导弹发射系统 而且一张嘴 人家说了 我自己演演演就得啊 我就打算我射一下 我试射一下 我炸谁呢 我没别的地方炸啊 我就先拿我就阿萨德空军基地 我小模样的 我试个水 有老铁就会问了 他这么炸 不怕误伤自己阵地的那个伊拉克反美武装吗 根本不用担心 他说这个弹道导弹是他自己研究的 那就是真的吗 就算他是自己研究的 你猜他发射导弹的时候 他用的谁家卫星指导啊 对吧 说白了 那都是配合兄弟们 对吧 也就因为这六发弹道导弹 被拦截了撒啊 另外撒呢 直接叮当456就干到阿萨德空军基地 一个建筑上了 这个建筑兄弟们 那叫做停机瓶 你说干到停机瓶呢 有有有有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最后损失美军没公布呢 但是现在有商业卫星 中东那边全世界卫星 全在那边飞着呢 这那边有 但凡有一点东西 我跟你说全世界都知道 你知不知道这样吗 所以说现在整个商业卫星 最新的照片 那家伙地面上 黑色的爆炸痕迹 那老炸眼了 肯定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 就是美军这次最大的损失 就是来自于黎巴嫩 珍珠党的三枚弹道导弹 哎 那你们说这事 你让老登政府 他们这帮人怎么处理 如果就是伊拉克反美武装搞的事 那多多少少还能真搞的事 对不对 但是现在人家黎巴嫩 争夺党这边 一边计划和以色列全面开战 一边直接干爆你家美军基地呀 而且是伊拉克最大的空军基地呀 这俩事叠一起 我就问你 美国人现在有的选吗 他没的选 他干也得干 他不干也得干 他要是不报复 以后在中东 你混 你混个 啥都混不了了 你还当什么大哥呀 你啊 你啊 对不对啊 而且你们要知道啊 这美国侦查的结果是啥呢 是五个地方 我一点不滥悬啊 咱也不吹蛋不黑 美国现在侦查的是五个方向啊 东南西北中几十万人的部队 还有几上千个导弹的发射阵地 虎视眈眈呢 磨刀祸祸 像他的一样 如果这次阿萨德空军基地被炸成这鸟样了 美军连还手都不还手 那么兄弟们接下来还用说吗 那跟美国打 那个野门打美国航母是一样的 有第一次就第二次 就第三次就第四次 接下来发生什么 那非常恐怖 肯定是中东反美武装 在干以色列的同时 顺带脚 就把你中东美军基地全给你干了 对吧 我知道说这种推测 大家可能说有点意外 太意外了 但咱说句实话 老体们啊 现在这就是哈梅内衣的真实意思 人家昨天下午的时候正式公布了 你有没有听见的 有没有看这条新闻的 说的话 那就一个热烈 那就一个炸烈家 那就一个狠 原本大家都以为说什么呢 说伊朗这次的攻击行动啊 是打算来一波狠的 结果哈梅内衣昨天直接宣布 说这次报复行动 就不是一波这事 什么概念 不是一波打击 我要连续联合打击 懂我的概念吗 而且伊朗还有抵抗之户的武装部队 会进行一次三天三夜的轰炸行动 已经说了 目标就是包括谁呢 不仅包括以色列 人说了 还包括中东美军基地 不过呢 家伙们 今天啊 我要吸取教训了 咱可不能提前开香槟了 庆祝的话 咱就等伊朗真带自己小弟 对着以色列和美军基地 连诈他三天三夜 咱得碰碰碰碰说一次 行行 现在咱说的重点啊 就是以色列 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好 特朗普也好 其实这俩哥们都在蒙圈了 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情况